好 那刚刚讲的这个如何通过Tentaflow来构建一个Graph图 然后我们来执行这个计算 那接着呢 我们来代码在下面来讲 那02 02 我们讲的是一个BetterSension Run 就是我们如何更好地去使用这个TF的Sension呢 其实是有一个WaySquare 就是在WaySquare内部Sension被设置为Moran的Sension 那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说ImportTentaflow STF打入这个框架 那XY的F 最后就不在这处了 这个事实上咱们前面用过 然后WaySquare TF.Session SSS 上这个地方我们说 去创建一个刹刹文 然后把它冲击命为这个名称 然后事实上下面我们就不再需要怎么着呢 下面我们就不再需要像上面这个地方非 非要去写SE.SSI叫SSI.run 咱们就没有必要再这样去写 那咱们更好一种方式 就更简单就直接可以用S.insuizer.run 它就等于咱们前面 它就等于咱们前面的Sension.run 它也等价于什么呢 等下TF.get defaultSension.run 就在这个Sensuizer那边去执行 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更简便的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变量初始化来执行 然后下面这个Result你也不再需要怎么样呢 你也不再需要咱们前面的S.insuizer.run 把F传进去了 咱们直接可以调用F.evo 实际上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最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Print的打印输出 实际上这个和上面的代码 那这个和01的那个代码是等价的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又再来这里也能看到S.T.R.这个结果 对不对吗 是不是 也能看到S.T.R.这个结果 那接着我们再往下方来讲 03 03呢这个地方是一个GlobalWare 就是说我们的TensorFlow呢 它规定非是像02这个地方 每个变量来进行独立的初始化 我们可以把这些初始化的动作的放到一个方法里面去做 如果你这个地方有100个变量 难道你还一个的去初始化吗 这个肯定很麻烦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这样来做 直接调用这个什么呢 TF.GlobalWareboss的下滑线移出来了 然后加上误号 直接来执行这个全局变量的初始化 其实就是所有编量的初始化 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把前面你定义的所有的Variable 都来进行初始化 然后下面呢 这个地方事实上 它并不会在这个地方去执行 因为你没有上菜文的时候 这个地方现在它只是定义了一个逻辑操作 所以怎么才真正去初始化SY呢 就是你要把这个 Init去调用Run方法才可以 那你要让Init在这个上下文环境里面 调用InitRun 然后去初始化上变量 然后Result等于F.Evo 然后我们的Result可以在外面打印输出 这个是更加意外的一种写法 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到这儿看到了吗 这个方式方法就更简便 而且更加的优雅 那我们再往下面来看04 04呢事实上就是说咱们的Session还可以有另外一种Session 叫Eactive Interactive Session 那这个Interactive Session和这个Session呢 事实上是你也不能说是等待的吧 就是都是可以去创建一个上下文 都对于咱们的PyCharm来说这个是一样的 对于PyCharm来说这个是一样的 一样就得到42这个结果 然后上面我们去定义 然后定义初始化 然后接着我们通过TF.E Interactive Session呢 去做了一个Session绘画 然后Init Run可以去执行 然后Result可以去把一个结果 然后Prim单页 然后Close输出 我们说这个Interactive Session 如果这样来做的话 咱们必须最后手动的给它Close 那你像咱们前面两个呢 这个代码 咱们把它放到VSquare里面 这个咱们学Python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放到VSquare里面 是让它是会自动的把咱们这个对象先Close 对不对 它就像你的输入链接一样 对不对 放到VSquare里面会自动Close 可能Interactive 呢 咱们没有放到VSquare中 那这个地方很显然 咱们这样就需要自己来手动的进行Close 那这个Interactive 在什么地方会有更多一些呢 咱们现在在这个PyCharm里面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ID变运环境 不太会经常用它 那比如说如果你要是一个这个 比如说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Jupyter 那如果你要有Jupyter这个ID变运器的话 那实际上它是用交互式的一种变运器 就是你直接一行你回车 它会把结果立刻打在下面 你再写一行代码再回车 它会把结果直接打在下面 那那个时候需要一个交互式的一个Sension 那这个地方呢 那那个地方呢 那那个地方呢 你就需要用到InteractiveSension 能力两台嘛 对于在PyCharm来说 不需要那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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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etherflow呢 程序会典型的分为两部分 这个是对咱们全部代码进行总结了 第一部分是创建计算图 然后往外就放大一点 第一部分呢是创建计算图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这一套代码 345以及第七行代码 实际上这一块是在创建一个计算图 在创建计算图 那对于咱们这个计算图来说 就是XY还有什么呢 还有对应到F 就是这个计算图 然后这个过程叫做构建计的 就是构建图的阶段 我们叫做构建计的 那这一阶段呢 通常建立表示经济学习模型的 计算图 和什么呢 就是在构建阶段 通常去构建的计算图 是构建表示经济学习模型的计算图 以及什么呢 去训练模型的计算图 就在构建阶段 通常去构建模型本身的拓扑结构 以及什么呢 以及我们训练模型的流程的这个过程 在构建阶段里面去构建 然后第二部分是干嘛呢 第二部分是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呢 就指的是我们下面这里面 你的塞胜开始到塞胜结束 这个是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呢 刚才事情是通过运行路普循环 然后迭代训练步骤 每一步训练呢 都需要小批量的数据 就每次接待的时候 给它传入小批量数据 逐渐的改变这个模型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其实需要在塞胜会画里面 其实是在这一方 在塞胜内 在塞胜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迭代决训算 去不断的去减小这个什么呢 损失函数 然后以至于在减少损失函数过程当中 不断去调整这个参数 能理解吗 那实际上 像咱们这边 对这个之前写代码的总结 实际上对后面 我们来理解代码 是很有帮助的 那是很有帮助的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05 我们一点点往上去累这个代码 05是干嘛呢 05 实际上是管理我们的图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扩展知识 就是我们的TensorFlow呢 不单单可以有一个默认的图 我们实际上可以在创建 同时创建多个图 在一个脚本里面 那这里面我们说 S1等于TF的Variable1 那这个地方是在创建一个变量 然后把1这个作为处置值 负给X1 然后此时我们打印X1的这个图 然后呢 来看个不是打印X1图 是来打印X1这个图 它是不是默认的一个图 那此时此刻 这个判断 这个意思判断 其实就是一个处 因为咱们在外面来写这个代码 它肯定是默认这个图上面去添加了一个节点 就首先它默认会给一个图 你现在的X1等于TF2251 实际上是在图里面加了一个X1这个节点 它就是默认图上面加了节点 大多数情况下 上面的预计会很好 有时候呢 或许你可能想要给你多个独立的图 然后在一个绘画里面 让它同时去选择多个独立的图 那这个话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图 并且临时使用this块 让它成为默认的图 成为默认图什么好处呢 成为默认图就有资格 有能力去加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第九行创建一个graph 那这个graph就是咱们自定义的一个graph 而不是默认的graph 然后我们又创建一个X3 我们又创建了一个X3 那第四行这个地方去创建X3 这个X3会是往咱们自己的图上加吗 你猜一猜 它会是往咱们自己图上加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图 就是把它设置为默认图 所以第十行这个地方 它还是会往这些默认图上面加 然后第十一行这个地方 又在Visquare这个地方 把咱们自己定义的图 设为了默认的图 然后在Visquare里面 你去添加了新的这个节点 实际上它就会加到什么呢 加到这个graph上面来 然后出了这个Visquare 也就是说第十一行第十二行结束 出了这个Visquare 后面如果你再去加其他东西 实际上它就怎么办呢 实际上它就跑回到默认图里面去添加了 比如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一个S 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这个 打印再来看看S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用下来执行 你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说X1 它是不是在默认图上面呢 是是在默认图上面 其实在往下 X2graph是不是一个图呢 OK是一个图 它是不是一个地方默认图呢 不好意思 它不是个默认图 X3在到哪里去呢 X3这个图 它因为写到第十号 没有在Visquare里面 I3 所以是默认图上面的 X4实际上在Visquare外面 也是默认图上面的 能力出来作用 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 相当为给它造成了一个作用率 就是这个图和图的一个作用率 如果你没有给它设置到这个Default 你没有设置到默认的图 它就不可能去加一个节点 除非像第十一号十二号这个地方 给它加一个节点 当然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给它们一个扩展知识 一般就像我们说 我们去做一些图像识别 或者是语识别的这个模型的时候 其实也到着这么复杂的份上 就是说这个Tengetflow有这个功能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真的去你去写的模型代码的时候 也到不了这个复杂的份上 我们第六个 说一下生命周期 说一下生命周期 那这里面我们说 引泡了Tengetflow STF 导入这个框架 当去计算一个节点的时候 Tengetflow自动计算 它依赖的一组节点 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 你在图中里面去设置的 所有的节点 包括它的流向 创建出新的节点逻辑 再往下面去走 它的计算会自动计算 去准备一个图的所有东西 并且首先计算依赖的节点 如果你想把最后图里面 最后的节点算出来 它就把它依赖这个节点算出来 依赖这个节点 它还需要前面两个依赖的节点 它需要把它先算出来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目标的一个思路 其实这个东西跟这个 咱们之前讲 什么样的人低于这很像 它它如果想把这个算出来 先把它依赖算出来 对不对 向来依赖算出来 那这里我们说 W等于tf.constance3 那这个就要拿新学了一个东西 咱们前面建的什么呢 咱们前面建的都是variable 都是变量 这个要拿新建的那种类型 叫做constance 什么意思 产量 就是不能变的 对不对 它在多次训练里面 它也不会变 那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constance3 把三个值复给的w 它不会变 然后接着x等于w加2 那此时此刻的x 它就是普通通的python的一个变量 那这个x等于w加2 那事实上这个时候 我们去 如果去支援那x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5 然后y呢 等于x加5 那这个时候 其实它就等于10 然后z呢 等于x乘以3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 就等于5乘以3 等于15 所以这个东西的依赖 事实上是w 会演变出来x x会演变出来y 和z 没错吧 我们图实际上有效关注 然后接着上面是构建图的过程 就构建这张图的过程 下面第九行是干嘛呢 下面第九行 其实地方就是去 开始执行这个图 我们创建一个上下文 然后在这个上下文环境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y的截图给它求到 然后通过print的载印输出 然后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z.evo 把z的结果输出 把它载印 扯到 然后把它载印 实际上这个代码逻辑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实际上 咱们现在此时此刻 把下面代码住掉 这个代码 你现在来计算的话 没有任何的问题 10和15 刚才说10和15 实际上没有算错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什么小小的点呢 可以去讨论的呢 就是说这里 为了去计算这个z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为了去计算这个z 又重新计算了x的w 除了variable值 tf是不会缓存其他比如const等值的 所以也就是说 在tensorflow里面 他这种类型只有variable 实际上他才会去缓存一些个值 除了variable 他不会去进行缓存值 比如咱们这个是const常量 那也就是会怎么去做呢 w生成x x生成y 那也就是说 当你在这掉y的evo的时候 他会去找y的依赖 找x 那x呢 他会找他的依赖w 那w前面没有依赖了 就是存量3 所以他就要把存量3交给w 然后呢 把这个w跟s就是要用算加2 这个用算是加2 变成5 然后再把这个5呢 在在这边再乘3 这边再乘3 再变成y 再就就再变成y 那这条线直接完了之后 实际上你这话就print就输出了 你这话就就输出了 那刚才的这个地方的w等于3 x等于5 x这个地方等于5 y计算出来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10 实际上就没有了 3就没有了 算完之后打印完了输出 实际上这个值就没有了 那这些东西就统统被真的都再次清掉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那如果你要此时此刻下面下面一行代码 在z 点一步 那这个时候这个z是哪来的呢 z根据图上来看 然后去找z是从x来的 z是从x来的 z是从x来的 这个地方乘以3 他要先把z算出来 他得先去找x 哪个从上来的呢 x从w这个地方来 他得去找w dw从上来的 从cos这个地方来的 好 那这个地方是3 又来一遍3 然后这个地方怎么着呢 加2升上4等于5 然后这个地方再乘以3等于15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 这个3读了几遍呢 在这个在这边913这段代码里面 3读了几遍呢 w等于3乘量 是让他读了三 他读了两遍 他为了y的时候 他为了去读了一遍 他为了去读了一遍 所以最难受的不是说这个w读两遍 而是w变成s的时候 这个地方加了 所以这个计算逻辑就像两遍 所以发现那这个代码是不是负用性不够强 是不是负用性不够强 所以事实上在这里面怎么着呢 在这里面怎么着呢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代码来代替 下面的代码也可以看到是session.run 然后呢 小过号里面传立个中国号 中国号的意思就是说同时在求Y和求Z 把这两个求值放到一个运行里面去执行 在这一个运行里面去执行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然后再分别打印输出这个16行第2到第19行的运行效率 比第9行的实在上的效率要高一些 就是他这个地方还是不用重新算了 能理解吗 这个很好理解吧 那这里面呢说到这个variable 一个variable的生命周期是它的初始化运行的开始 到绘画session close的时候结束 就是除了variable这个生命周期是在一个session绘画 当这个变量开始初始化之后到这个session结束 这个variable它全会缓存的全会持有的 但除了variable 其他的比如说constant 还有其他咱们会看到的placeholder 实际上就是除了variable 其他的实际上都会立刻就会消失 它不会存这个数据 懂不懂吗 它不会存这个数据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 十分周期这回事 那好那下面咱们把tunet cloud 正经的用起来 什么呢正经的用来呢 来做个记忆学一个事情 impro的tunet cloud stf导入这么一个框架 接着我们impro numpan snp 这个导入一个这个南半数月可以计算的包 然后form sklearn.datasize impro的fetch california house 这个地方实际上导入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实际上从网络上去抓取一个 California加州的这么一个房价这么一个数据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sklearn的数据集里面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怎么去用呢 fetch california housing这个函数 data home data home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数据存到什么路径下面去 那时候我把这个地方写成了c盘users 我的用户名 然后这个目录他会自动存在这里 大家可以把这个目录改成你想象的位置都可以 然后接着这个地方download if missing等于force 叫说如果没有找到 好 那就去下载 那force 那其实这个地方他相当于就是会每次都去下载 如果missing download 如果没处的话 就是如果他的路径找不到他才会去下载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更好的方式是我们把它改成 改成处 就是如果找不到他要下载对不对吗 他要去下载啊 那这个地方呢 啊下载后来这个数据集 这数据集我们可以把它的形状感应输出一下 这个m代表他有多少行 n代表就是多少列啊 然后接着 这里面添加一个额外的bass输入特征x0等于1 到所有的设定数据上面 因为使用numpad会立即执行什么意思呢 就说咱们现在这个数据集 如果一下买打印输出的话 啊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怎么着 我们可以printm 呃照号n 打印一下他是多少行哪里 我们也可以print 这个houncy 呃这个点 data直接看到这个数据啊 实际上我把这个地方呢 给他注掉 给他注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两万多行数据 八列啊 两万多行数据八列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整个里面的数据啊 这个就是整个里面数据啊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houncy 啊 这个houncy这个 返回的这个集合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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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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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然后还有是平均多少间屋子 然后等等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会有这个目标变量 比如这个就是目标变量 这个应该就是房间 这个应该就是房间 那这个前面的这个房间会 会受到前面这些维度和因素的影响 丢台湾 那这里面我们有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实际上对应是什么呢 这些数据实际上对应是什么呢 X1X2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XN 那我们前面通常说 如果你想有W0 那你对应的就得设置上X0 所以下面就是代码 但是这个是把X0添加上 这个大家并没收 这个咱们前面在讲机学的时候 实际上都已经提到过 NP点下滑 NP点C下滑线 实际上这个是combine整合 整合什么呢 整合这个M 整合M行一列 全部都是唯一的这一列列项量 到什么呢 到这个Data数据上面去 因为咱们是把这个全1这个项量呢 放在了这个X矩阵的前面去整合 所以呢 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数据的结果 算他应该是第一列是全1的 有多少行呢 有M行 就是2万多行 所以这个应该是够是改造我们X数据 然后接着我们把X这个我们把前面的房价 这X1X 从X0到XN呢 我们把它交给一个交到X的这么一个Constants长量 Constants长量 我们可以去设置它的类型 比如说 因为咱们这个房价里面它有些浮点数 所以我们一般上下会把它的Data type 设置成数据类型 是能tf.floor32 32为浮点数 然后这种名称直达写 然后这个Y呢 事实上跟上面类似 然后把这个House 你看它这一层 然后把它变成Reshift Reshift一般的意思就是把它把它变成形状 刚才是横向量把它变成这个多少横不管 一列把它变成一个列强量 就这个Reshift一般的事情 然后后面不说了 这个就是XY 一个矩阵和一个列强量 然后今天呢 只用tensorflow框架提供的矩阵操作去求θ 咱们之前学端线回归的时候 学这个Lineary Regression的时候 我们学过一种叫解析解 那咱们用tensorflow同样来求它的解析解 那这个用我们先把Xtransforce 把X转制 先给求一下是这个XT 是XT 然后接着干什么事情呢 XT乘以X 这个matrix multiple 上面叫矩阵相成 然后X转制乘以X 然后再有Wars一把 再有Wars一把 那这一部分干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XT 解析解析里面的XT X求逆 然后再怎么着呢 再跟着XT 做一个矩阵相成 那也就是后面再乘一个XT 然后外面还有一层矩阵相成和谁乘呢 就是Y乘 和Y乘 那这个不就是咱们 咱们之前最开始讲对线V的时候 解一解的公式嘛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得到θ就是我们的最后解 那因为这里面的16行的X 17行的Y 19行的XT 21行的θ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些不再是咱们的这个Sk 里面跑的这个变量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tensorflow 那种东西 因为咱们用的是tf.constance tf.constance tf.transpose tf.matrix multiple 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tensor 实际上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计算的逻辑 它就是对于数据的计算的逻辑 所以呢 这个tensor如果我们要想把真正的θ的这个解给它求出来 实际上我们得去调用什么的 上面其实是构建一个图 下面呢 我们得去把它创建一个上下文去计算 去计算 所以这里面我们只要去构建一个上下文 然后θ.eo 就相当于是sessionrun.θ 这个eo这个可以先来用 相当于session.run.θ 可以去把θ跑出来 那之后print打印输出 那这里面我们把最后这个0号生掉 我们右下来执行 这个地方 我们右下来执行 直接run一把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得到的就是一对一个w 从w0开始一直到wn 我们可以数一数实际上这个地方 123456789 事实上为什么是9个呢 上面那边是s1带x 左右8个 还多一个w0 那当然是9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解析解的方式来直接求个端线回归的结果 那这个的代码跟咱们前面的sessionrun里面的代码非常类似 非常非常之类似 什么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于哪呢 在于在于我这里面写上注释 这样注释说的是 第第十四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咱们用的是numpi 用的是numpi里面的c下滑线 所以这个地方的代码实际上跑到第十四行 这个权威1的这个列价量就已经添加到这个数据集上去 所以说第十四行这个地方这个变化就直接持有了我们所有的x数据 从第十六行开始到第二十到第十九行到第21行这四个东西 实际上这些东西它并不是立刻把结果算出来 它有点像spark里面咱们讲的延迟执行 实际上在这里面它只是一种能 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逻辑放在这 那这个执行在哪去执行呢 在后面当你要上下文的时候 去乱去执行的找它才会去把上面结果收捕出来 而在这的时候它其实是延迟执行的 能力教授也做什么 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为什么是延迟执行 如果你要对spark的图有所了解的话 其实它其实可以内部去优化一些的操作 可以使得最后的整体的速度变得更快 所以它选择延迟执行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这里面讲的用tensorflow 来做端下线回归的解析节的操作 解析节的操作 好 那这里面呢 嗯 我们先